高举白纸盖住脸旁 手里捧着白蜡烛 中国白纸革命烧尽香港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同心 应该说什么或做什么 以防止这些不正确的社会 所有人低头不发抑郁 用行动伸援中国多地示威 也有人准备花束 悼念因严格封控而丧命的民众 由于香港的防疫政策 限制12人以上群聚 港警密切紧盯 然而对岸公安已经有所行动 广州立教排访 民众过满上街 要求政府解封 直接掀了核酸检测亭 不久后 直接一群特警身穿大白装抵达 一路大阵仗进入巷弄 更不时对民众大声威吓 杭州深夜则是大动作清场 现场冲突混乱 哭声一片 运动中国各地示威不断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他们认为中国防疫政策过了头 并强调人民有抗疫的权利 暗示北京当局可以放宽限制 美驻中国大使馆也呼吁 人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最好备妥14天粮食药品 以因应当地疫情封空 在新闻 黄澄宇报道